哈囉 大家好 好好好 我們今天上一回介紹過 Marco小畫室的超級的 語文創塔羅牌特集之後呢 這次要介紹的更是不得了了 這系列其實讓我想要 淺誠地膜拜 因為它有一種想笑 可是又不能笑的不左右 這一次要介紹的呢 和去年理想文具展當中的 大佛夾子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那大佛夾子 就是它一直在我的腦海中 繪製不去 沒有錯 這次是來自於日本京都的一個 又祥和又很療癒的文創品牌 防疫期間全民都很需要被保佑 而這一個呢 和大佛夾子不一樣的是 這次的品牌設定呢 是把這些佛菩薩們 都有做很多很不同的角色設定 而且都是用插畫的方式來帶入 角色的個性小描述真的超級可愛 讓本來很崇高的那些神明啊 就是多了一點親近感 而且這一些角色他們的互動上面呢 也都很可愛 會讓你很小把產品全都包下來 不過呢我阻止了這位小姐 因為這種類實在太多了 像這便條紙呢 它是用比較簡潔的背景 加上特色的角色來呈現 小小一本啊帶過去就很方便 然後還有佛祖的資料夾 用簡單的幾何線條外加主角們來呈現 這個色調呢就是很溫柔然後又很豐富 再來是佛祖便利貼 而這個系列呢還有做成紙膠袋款式 把角色的容物在裡面 就好像是他們有想要對大家說什麼事情一樣的生動 而佛祖筆記本呢也像是便條紙剛剛那樣子 就是走一個簡潔的設計啊 然後很有日系的清新感 還有像是什麼印章啊還有小包等等很萌的設計 然後在明信片的部分呢就是使用大面積很活潑的色彩來呈現 就是有一種直接TLK的感覺 當然還有某個人最喜歡的紙膠袋還有貼紙的部分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一次我們購入什麼樣的產品吧 對 紙膠袋目前是有分成這三大系列 那每一個款項呢我都實在是太想要入手了 只不過自己的銀彈不夠 所以就只好先購買最想要的款項 先來看到這個系列呢它有四卷紙膠袋 每一卷它代表的是一個角色 其他這一卷本紅色它是觀音 它呢是看到有困難的人沒有辦法置之不理的個性 再來黃色這一卷是阿蘇羅 它是原本一個機動派的神 再來第三卷呢藍色這個是米勒佛 米勒佛呢它是擁有玻璃心的詩人 最後一卷綠色呢它是大佛 它對大家而言呢是大哥般的存在 那它們底色單純而且特別的莊嚴和沉靜 個人覺得有點像是它們自我介紹的紙膠袋 就是一個臉就是正朝著你 有一種佛光普照的感覺 那另外這兩款呢它也是佛菩薩的圖案 然後都有一些日常比較可愛的畫面 其實它們除了有這些角色設定以外 也有角色的關係圖 就是誰跟誰是摯友啊 然後比如說有誰又崇拜誰 然後還有一些特別搞笑的小小的設定 那個真的是超細膩又超生動 爆笑 然後就因為這一種原物的設定 所以這些品項呢會讓你覺得很有帶入感 好像佛菩薩就在你的身邊 對有進入了佛佛們的小世界感覺 我有覺得發喜充滿 除此之外呢還有一個系列是大佛先生和小貓咪的系列 那這個小貓咪它非常的可愛 我在上面甚至還看到它們在敲木魚 而且還有貓咪躺在那個沁裡面 再來看到的是貼紙 貼紙也有幾種種類喔 我們先看到這個 它已經把它像是貼在手帳上面示範好 給你看它們可以有一些什麼樣子的互動 我真的很喜歡那個上面有佛佛啊 它躲在下面然後露出眼睛偷看 然後還有瑜伽佛這類的 真的是超級生活化啊 對啊所以使用這一套貼紙呢 就很像是神佛在和你一起互動過生活的感覺 其實如果是我會有點捨不得用 除非我很美的自己 以及卓越的設計感 沒有錯 所以現在我大概是會把它們先當成收藏為主 因為我還沒有把握 可以把這些佛菩薩們用到很絕美的境界 再來就是第二款粉紅色這一招呢 是佛菩薩他們都呈現一個熱舞的狀態 但還是維持著很莊嚴的表情 他們真的超活潑 而且有些設計旁邊也有一些搭配你簡單的文字 所以這個系列呢真的是讓人會覺得很沒有距離感 就算是沒有宗教信仰的文具控 也很適合來收藏 其實我還關注到其他款式的貼紙 裡面有一款是Lazy款 我覺得那個也很應該要買 你知道看他們躺成那樣 我覺得自己也應該要休假一個月然後躺成那樣 所以你是想要一個月零收入 最後呢是便利貼 它款式非常的豐富 不過因為我的工作性質呢 比較少會用到便利貼 所以我先暫時買一款回來收藏 而且它做成像舉招帶的模式啊 還有佛菩薩在上面呢會讓你覺得很療癒 而且如果在公司啊 我覺得要寫給同事的時候 如果款式這麼萌 上面我就在寫狂罵它 我覺得也會感到很像 哈哈哈哈 其他我沒有貴物的款項呢 還有那種像是書籤一樣 可以貼在側邊當標記的款式 所以你在翻閱的時候 看到突出來的佛菩薩就會露出一種慈母的微笑 現在是用的我會覺得一切的服務員好療癒哦 天啊 這系列產品呢是把可愛有趣的風格 融合到莊嚴的佛教信仰當中 所以無論是上班族或者學生黨 都很適合來收藏 我覺得最厲害的就是這個品牌 不單純是畫這些佛菩薩們 還要把它們賦予一些人性化的設定 就是莊重就帶一點小幽默 所以在使用上來看呢 也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好運 宗教信仰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療癒苦害大富人 那儘管說疫情到現在還沒有趨緩 大家還是可以看一下這些療癒的東西 讓心情更加的平緩 沒錯大家一起看著佛菩薩們 所以這個世界還是很美好的 就好像是他們想對大家說什麼一樣的損動 色彩來呈現 直接催落去的感覺 直接催落去 催落去 唉唷 那他其實已經分好 哦對四個分好 哦 哦 劉璦系文創商品第二代 希望所有人都可以獲得 身心靈的放鬆 佛菩文具一網 國家形容不用出門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哦 請用佛系虔誠的心 按下訂閱按鈴鐺 好 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